分子 立体 如图是氢气与氯气反应生成氯化氢的示意图 下列关于从此图中获取的信息的描述有错误的是 A. 原子是化学反应中的最小粒子 B. 原子不能构成物质 只有分子才是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 C. 化学反应前后元素的种类不变 D. 氢分子是保持氢气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 解析 仔细读图可知 A. 从微观上看 氢氯原子的种类和数目在化学反应前后都不改变 故A正确 B. 氢气是由氢分子构成 氢分子是由氢原子构成 氯气是由氯分子构成 氯分子是由氯原子构成 故B错误 C. 化学反应前后从宏观说 氢氯元素种类不变 故C正确 D. 该化学反应中 氢分子、氯分子分解成氢原子、氯原子 这些原子又重新组合成了新的分子 氯化氢分子 即氢分子不能保持氯化氢气体的化学性质 只能保持氢气的化学性质 故D正确 答案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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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